有时候人的经历真的可以比电视剧里的更曲折离奇、离姿、献明、马尼加尔的人生就正正如此。 2007年离姿的事业发展如日中天时,因为弟弟离因发生车祸几乎成为植物人,所以毅然转型放弃演艺事业,专心移至替离因打理他的医学美院公司。 至于离因则因为受重伤,多年来只能以轮椅代步。 但一路走来快11年,最近离因的身体也渐有好转,传来喜讯了23日,离姿在社交网站罕见的晒出与弟弟站立的合影。 照片中,离姿挽着离因的手臂,而且两人的笑容也非常灿烂和幸福。 另外,离姿也发文感谢弟弟没有放弃,并且表示因为弟弟坚定了意志,积极的观念,以及对生活的无限热爱,如此坚毅,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他每次遇到困难时仍旧不断努力,痛时这也是他背后最大的力量。 网友纷纷表示有这样的姐姐也真的很幸福。 事实上,出名疼爱家人的离姿可以说是从小就为家人这项,并且为弟弟离因付出了很多。 离姿出身在演艺世家,祖父是曾经获得第13届香港金像奖最高荣誉奖的香港电影之父离名伟,祖母是香港第一代女明星林楚楚。 所以她从小就学习小提琴,舞蹈等才艺,是不用为生活烦忧的小公主。 然而,祖父祖母过世后,家族就发生遗产纠纷。离姿患脑膜炎的父亲在家族里地位不高,被逼从豪宅搬到小小的房屋,家境也逐渐转叉。 同时,因为全家的生计只靠母亲一人开货车来维持实在困难,所以离姿初中还未毕业就投身演艺界,担起父亲的医药费,供弟弟读书以及赚钱养家的责任。 幸好弟弟离姨不负姐姐放弃学业供她读书的期望,在1994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香港最难考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,2003年毕业后又到英国修读皮肤学硕士课程。 其实,独一加上出国的费用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,绝对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,但疼爱弟弟的离姿却仍旧坚持要送她出国。 痛时,她为了报答姐姐多年的照顾,回国时就对离姿表示以后我养你吧。 这一刻,离姿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 2007年5月30日,离姨遇上车祸身受重伤,离姿收到消息时还以为是诈骗,确认后误误从外地赶回来。 这时候的离姿依时间难以接受,但她仍旧告诉自己要坚强面对,帮弟弟重新站起来。 因为在离姿心中,自己像一个士兵去捍卫自己的家,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。 幸好,昏迷了整整两个月的弟弟奇迹般苏醒,不过却半身瘫痪,生活再也无法自立。 所以一年后,离姿拍完,珠光宝器,就宣布退出娱乐圈,把心机放在照顾弟弟和打理他的生意上。 当时不少人都觉得非常可惜,因为离姿入行时虽然只是为了养家,痛时也被质疑过是花瓶,但她确实留下了不少深刻的角色。 像是1996年,离姿在红遍各地的电影《古获彩》中饰演成浩南女友的小结巴一角。 2001年,在电视剧《以天图龙记》中饰演鸡敏的赵敏,也一下子惊艳了不少人。 痛时,更被外奸称离姿过后再无赵敏,可见角色的经典程度。 2004年,又凭借《公斗剧》《金之玉涅》中饰演表李不一,负责手段的侯家,欲赢一角,得到KVB的《我最喜爱的女主角》奖。 按照她的发展,在演艺圈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绝对不是难事,但那时候的她为了维持弟弟的公司,选择从演艺界投身一无所致的商界。 这对于毫无营商经验的离姿来说,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 但因为离姿每次和离姿报告公司的事实,离姿都会有所反应,所以离姿还是坚持下去。 在这期间,追求她6年的富豪马亭强无论在精神或经济上都一直给与她支持,更为离姿建立康复治疗基金。 同时,马亭强看到离姿为了弟弟疲于奔命,于是就对她说别做了,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 离姿听到后也被她的真心所感动,答应嫁给她。 在2009年,离姿对外宣布结婚并称,终于找到疼惜我的人。 不过,这段关系却并不被外界看好,不少人称离姿为了报恩,委屈求权或因为对方的身家才下架。 因为马亭强虽然是富豪,但却是大离姿15年的残疾人,所以众人都认为二人并不匹配。 其实,从离姿以前的情史来看,她一向都亲情与比她年长多年的对象。 而她就曾经解释自己会选择黄玉郎是因为她缺乏安全感,年长的对象可以带领和教导自己。 而且马亭强虽然残疾,但她却能在离姿彷徨无助时给她依靠。 在他们结婚后几年,离姿每次被偷拍也总是一脸笑容,真的是怎样看就怎样幸福。 去年担任主席,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的她就带领公司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,身家更已经增值近10亿港元。 当天离姿感谢过去多年的成长,令公司有如此成就,以及感谢弟弟给了她机会,启发和发掘了她的另一面。 还有表示弟弟也很高兴自己能走到这一步。 同时,离姿也在微博上表示自己玩了弟弟的梦想。 现年47岁的离姿的人生,可以说是经历了不少人都想象不到的大起大跌,但她却没有抱怨一句,反而每一次都坚持不放弃,最后凭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就,真的是传奇女子了。 在此,你会有什么经营什么回事呢? 是在她的一ality配方。 我一设计划,在我小学的那里和对方留学年代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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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代审账害, 还在不再计划告之后,我还在说是什么时候,我还在bel的年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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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并非未来的年代的年代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